大家好 我是童哥 今天是 童哥等很久 但是居然今天才試到一部車 RSQ8 之前呢 童哥有試過各式的RS 也有開它環島 我們就知道說 Audi Sport現在的車型 都是屬於非常非常實用 但是呢 又非常有性能的車 RSQ8基本上就等於是最頂規的RS 然後它是休旅車 尤其呢 它剛推出來的時候呢 它更是紐柏林的最速豪華SUV 它可以跑出7分42秒的成績 雖然它的成績被凱燕Turbo GT打敗了 但是它們的設定完全不一樣 保時捷講現實的 成績就是它的要單 我們今天開這個RSQ8 在我們熟悉的山路上開 其實感覺比較舒服 比較實用 沒有那麼戰鬥 像我們現在放在Comfort的部分呢 其實它是非常舒服的喔 Audi最成功的 除了它的外觀很有特色以外 它的內裝質感喔 給我的就是一個高級感 不管是它的縫線啊 不管它的握感啊 其實都是讓你覺得說 我是買到一台豪華的車型 那它搭配的引擎 都跟它的兄弟姐妹一樣 都是屬於4.0升V8渦輪引擎喔 那它的動力輸出呢 設定在600匹馬力 扭力是800牛頓米喔 基本上絕對夠用 RSQ8才是 我想像運動SEV該有的這種設定喔 包括最新的 ULUS Performante 都是為了性能 你為了性能 你犧牲舒適 但是我覺得不值得 因為我們大部分人 就是想要在一般道路上可以開 偶爾要開快的時候 它也是完全可以引擎喔 我們現在把懸吊射到自動 自動的時候其實 它會根據你的操控路況 去設定說它的懸吊 設定到底多少啊 包括它的氣壓懸吊的高度 都會做設定 這個時候其實已經蠻運動感的喔 懸吊的吊性呢 蠻扎實的喔 路況傳來的凹凸不平 是很有感覺的喔 那我們開起來 像我們現在踩油門的話 它的動力也是 反應是很Smooth 很流暢的喔 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因為畢竟 我們大部分時間 並沒有要拚命 更重要 因為它曾經是紐柏林的最速車型 所以它所有的黑科技 該有的全部都有喔 休旅車中心高 所以它側傾會大 這部車呢 又搭配了48伏的 主動式防傾感喔 自動模式下呢 其實它還是有側傾的喔 但是有沒有 我們在這個U-Turn的時候呢 輪胎都沒有叫喔 因為它有了後輪轉向 所以基本上它過彎還是很輕鬆 車子是跟著你的想法在開喔 搭配的煞車呢 是實活塞 420mm的鐵盤喔 輪胎呢 295 35 23的Continental Sport Contact 6 那相對之下 烏爾斯搭配的是P0 保時捷是搭配Corsa 以這樣的接胎來講 這樣的抓地力 還有它對於動態的反應喔 其實是非常非常超酷喔 我的預料喔 當然我們還是要進入運動模式喔 開始了開始了 這個時候開起來 尾巴會帶喔 尾巴會帶喔 不錯喔 這一台就是一台靈巧的大象喔 它絕對是有 紐柏林冠軍車的那種感覺喔 現在換上坡喔 感受一下這600匹馬力 嗚嗚嗚嗚 哇喔 在這邊開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讓你有信心喔 即使進小彎的時候 做 對的煞車動作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這種踩油門喔 然後它居然 哇真的不是蓋的喔 不是蓋的喔 喔喔喔喔喔喔有沒有 多了這個5度的後輪轉向 真的有幫忙喔 你不是覺得失控尾巴甩出來 而是你踩油門的時候 你感覺到尾巴是 靠動力把它帶出來的喔 這時候呢 後驅的感覺 就很有feel喔 它又標配了運動差速器喔 所以這個時候你感覺到它出彎的時候 後面兩個輪子喔 推著你往前走喔 喔喔 這樣子的操控真是 太棒 當你真的把它當做一台 運動SUV開的時候 它真的很OK耶 開玩笑 U-turn可以這樣開耶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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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水啦 真的除了R8以外 這部車大概是尾巴最靈活的 我們完全無法想像 居然是一台RSQ8喔 可以給你這樣子的動力反應 完全是surprise的那種駕駛樂趣喔 那我們現在設到RS1 基本上所有的東西都變成最激進喔 包括變速箱 也跳到S檔喔 更重要的是 抬頭顯示器裡面 可以明顯看到轉速 包括油溫 喔喔喔 差點需要反打耶 真正的體驗了RSQ8 山路的表現 然後呢 也體驗到它所有的黑科技 當它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完全不會懷疑它 曾經是扭柏林 最速運動SUV喔 謝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這表示你們喜歡統哥拍的影片對不對 除了統哥的Youtube以外 Facebook跟IG大家都要訂閱追蹤喔 開始 對 意思是 對 我們來點擊 我們來點擊